第八集 诸和年高,一大清早就挑到村公所去了 家里的房子仿佛空空的,凄凉得很 就像刚嫁掉一个女儿一样 辛辛苦苦,好容易把女儿忙出门去了 心里不免枉然若失 月香这一天上午,一直没有心肠做事 老觉得没招没闹的 等等金根还不回来 就到隔壁去打听,谭老大回来了没有 还没回来呢 谭大娘说 他伸过脸来轻声说 我叫他记得要笑嘻嘻的 担子挑进去的时候,不要愁眉苦脸的 你好给也是给,饿给也是给 你愁眉苦脸的 白丢了这些东西还落不到一个好字 唉,谁说不是呢 月香叹了口气 我就担心金根那坠脾气 他一定想不通 他们闲谈了一会儿,等候着男人们回来 我就怕他又去当棉袄赌钱去了 月香担忧地说 他这一向老是心不定,想往外跑 哎呀,我还是上茶馆去一趟吧 去瞧瞧他在不在那儿 你别自己去找他 要是他真在那儿赌钱给你抓住了 当着这些人,他面子上下不去 又要吵起来了 还是让阿昭去吧 月香喊阿昭没有人硬 到处找着也找不到他 哎呀,这小鬼 月香说道 我看见他跟在他爹担子后头走 看见吃的东西 就像苍蝇见了血一样 一定跟着那年糕 一直跟到庙里去了 他们正在院子里说话 谭老大突然兴奋地奔了进来 哎呀,快关门快关门 他说 快拴上,孩子们呢 都在家里吗 哎呀,你们快上屋里去 怎么了 看你慌得这样 谭大娘说 谭老大拴上了院门 转过身来轻轻地说了一声 哎呀,弄起来了 怎么 金根呢 得了,别提金根了 哎呀,金根这脾气啊 我早就说 他总有一天要闯大祸 刚才在那撑年糕 是王同志说了一声 说他金粮不足 这就嚷起来了 别人呢也是不好 也都跟着起哄 哎呀,这事情就闹大了 幸亏我跑得快 扁蛋箩筐可都丢了 月香急得眼前发黑 大爷 你看见阿招没有 谭老大的动作突然冻住了 然后他伸出一只手指来指着他 喂,你还不快点 快去把他找回来 跟着他爹一直跟到庙里去了 他又颠三倒四起来 抱怨着 哎呀,才拴上了门又得开门 待会儿你们回来了 还又得开门 月香飞奔着朝官地庙跑去 他的心轻的异样 完全是一个空白 一个空空洞洞的东西掉在半空中 他老远的就可以看见那粉红色的墙 听见那嗡嗡的人声 他笔直跑进去 进了庙门 大殿前的院子里 坦荡荡的一个人影子也没有 满院子的阳光 只听见几只麻雀在屋檐下周揪作声 但是突然有一个民兵从东沛殿里冲了出来 手里抄着一只红音枪 那一撮红音在风中喷了开来 那简直是像梦境一样离奇的景象 平常只有在戏台上看得见的 而忽然出现在正午的阳光下 月香站在那里呆住了 眼看着他在他身边冲了过去 从庙门里出去了 他三脊两步奔上十脊 向那暗沉沉的大殿里张望着 一个人也看不见 他急忙转过身来 又跑出庙门 这一次他可以听见那闹哄哄的人声 是从盛大沐行那边传来的 那沐行是一座滴滴的平房 白墙上写着八九尺的大黑字 盛大沐行 但是自从被政府征用之后 那四个大黑字用水冲洗过了 变成大片的灰色墨团团 一大群人黑压压地挤在他门口 阿正 回去吧 回去吧 阿正爹 他叫喊着 两个民兵在人群的边缘上挥动着红音枪 他们也在喊 大家回去吧 好了好了 大家回去吧 我们要借点米过年 人丛里有一个人喊着 这样好的收场 倒饿着肚子过年 借点米过年总不犯法 什么借不借 是我们自己的粮食 人声梳起梳落 他也听不出来哪一个是他丈夫的声音 他感到一种奇异的兴奋 竟使他忘记了他的忧虑 使他不好意思再喊叫着 回去吧 阿正爹 老乡们 一片喧嚣中 可以听见王同志的声音在叫喊 你们有话好商量 有什么问题 我们大家来解决 大家先回家去 我保证 扁淡喷喷的撞门的声音 淹没了他底下的话 一个孩子吓得呜哭了起来 月香立刻尖声喊着 阿正 阿正 一面就向人堆里挤去 妈 妈 阿正大喊着 民兵开始挥动长枪与木棒 到处有人挨着了一下 他痛楚地叫出声来 咒骂着 他妈的 要出人命了 仿佛带着一种诧异的口吻 扁淡继续撞着门 那暗红色的小板门 吱吱压压响了起来 然后轰通一声道了 老乡们 大家冷静点 这是人民的财产 人民的财产动不得的 王同志喊得喉咙都嘶哑了 我们大家来保护人民的财产 一只扁淡在他脑后重重地倒了一下 他惨叫了一声 从人从中倒了下去 临时赶来了几个带枪的民兵 开始劈劈啪啪放起枪来 群众本来蜂拥着向仓库里挤去 现在又拼命向外挤 喊声震天 但是事实上 还是屋子里面比较有隐蔽些 所以仍旧有一部分人继续向离挤 到更加堵在门口不进不出 带枪的民兵退后几步 搬着枪托子重新装子弹 妈的 你再放枪 再放枪 老子今天反正不要命了 许多人乱哄哄叫喊着拥上前来 夺他们的枪 快上房去 你们这些混蛋 王同志已经挣扎着站了起来 在人从中狂喊着 他是打惯游击的 上房去 爬在房顶上放枪 妈妈 阿昭继续叫喊着 声调平扁 永远没有丝毫的变化 阿昭 阿昭 阿昭就在不远的地方 但是月香挤在人堆里 一步也挪不动了 那噩梦似的一刹那中 就像他们永生永世 隔着一个深渊 互相呼喊着 王同志把小张同志的枪 一把抢了过来 他那勤务兵已经荒成一团 王同志把枪夺到手里 抵在自己的胯骨上 向人从中盲目地射击着 他很快地重新装上子弹 又射击了一通 人堆里被他杀出一条血路来 许多手抓住他的衣服 但是他抡起那只枪来 左甩右舞 总算冲了出去 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满是伤痕 脑后层层地流下血来 帽子也丢了 身上的制服也撕破了 倒拖着一只枪 狂奔到庙里 回到他住的西佩殿里 顾岗刚巧在他房里 出事的时候 顾岗正在这里写 光荣人家的红纸条 现在他苍白着脸 站在书桌后面 仿佛落到了陷阱里一样 他们哪来的枪 他颤声问 王同志没有回答 颓然倒在一张椅子上 把枪横架在膝盖上 他那油腻腻的棉制服 向上拥着 把他下颌埋在 他那饱满的胸脯里 你受伤没有王同志 顾岗这时候才想起来问他 我没有什么 王同志无精打采地 答应了一声 他们怎么有枪 顾岗恐怖地轻声说 王同志冷淡地 看了他一眼 那是我们民兵 在那里保卫仓库 哦 顾岗一时到窘住了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远处的闹嚷嚷的声音 已经静了下来 但是仍旧可以听见 间歇性的枪声 王同志把他那条毛巾 从腰带后面抽出来 开擦着脸上 与颈项上的汗珠 我们失败了 他沉重地说 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 就像他还是第一次说这话 我们失败了 顾岗没有作声 我们对自己的老百姓开枪 王同志枉然地说 顾岗避免朝他看 心里想着 他现在太紧张了 大概自己并不知道 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虽然仅只是一时意志薄弱 信仰发生了动摇 承认共产党是失败了 严格地说来 也就是叛党的行为 即使事情隔了十年八年 在任何整肃运动里 都可以被人提出来检举他的 他现在虽然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迟早总要想到的 只有一个人听见他说这话 他不免要想消灭掉 那唯一的证人 他职位虽然低 至少在这村庄里面 他的权利是绝对的 在这样的集体屠杀里 多死一个人又有什么关系 王同志突然站起身来 他膝盖上架着的枪 卡拉塔滚下地去 把顾岗吓得直跳起来 一定有间谍 王同志喃喃地说 他转过脸来向着顾岗 脸色忽然兴奋活泼起来 眼睛也很亮 但是虽然对顾岗看着 显然并没看见他 一定有间谍捣乱 不然群众绝不会好好地闹起来的 得要彻底地检查一下 民兵到镇上去报告区政府 路上经过周村的时候 曾经带信给村干部 干部们就到村子里去挨家通知 叫大家提高警惕 一看见可疑的人立刻去报告 有若干反革命在逃 有可能是朝这个方向来了 他们说得很不仔细 但是真实的消息 不久就露了出来 村子里沸沸扬扬 大家都在传说着 谭村出了事 金花听见了非常担忧 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 也不知道 她自己家里有没有受影响 那天黄昏的时候 她到西边去挤水 挑着担子走下十极 一双眼睛始终呆呆地向对岸望着 她娘家的村子在对岸 她心不在焉地 把一双肩膀微微一侧 一只水桶就沉到水里去 再把身子一扭 水桶就又上来了 装得满满的 天渐渐黑了 柔和地盖照下来 照在那更黑暗的小山与丛林上 只有那溪水是苍白而明亮的 一条宽阔的银灰色 一只石子飞过来打在她背脊上 小鬼 她嘟弄了一声 没有转过身去 在村子里 大家仍旧称她为新娘子 孩子们常常在她后面跟来跟去 和她闹着玩 又有一只石子在她肩膀上掠过 扑通一声落到水里去 水花四溅 她装满了两桶水 把扁蛋从肩上卸下来 就转过身来 两只手插在腰上 正要开口骂人 但是岸上一个人也没有 妹妹 金花妹 有人轻声叫唤着 她突然抬起头来 随即用扁蛋一撑 很快地就挑上山坡 在山坡上的竹林子里 她和她嫂子面对面站着 月香捧着一头头发 缩着身子抱着胳膊 身上只穿着一件白布衬衫 下面倒系着条棉裤 你怎么了 金花栖栖爱爱地说 月香一开口说话 一嘴牙齿动得推愣愣对积着 使她断断续续语不成声 她很生气 因为这样子就像是她害怕得浑身发抖 你怎么没穿棉袄 你哥哥披在身上了 她打伤了 再流血 她怎么了 怎么打伤了 金花着急地问 她不要紧的 月香很快地回答 她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这一点 就像是有点护短似的 腿上给枪打伤了 总算还好 是腿上 她现在在哪 就在这山上 我跟你去看她 月香愁愁了一下 你两只水桶丢在这下边不大好 万一给人看见了 怎么会放起枪来的 哎呀 不用提了 大家起哄 说是要借粮借粮 借点粮食过年 这就放起枪来了 她又很轻松似地加上这样一句 用一极明快的表情望着金花 阿昭死了 给踩死了 什么 金花神情恍惚地问 我们也不相信啊 一路还把她带着 背着她上山 死了 早已死了 她继续用那种捎带精意的 明亮愉快的眼光望着金花 她又告诉她 民兵怎样放枪 大家堵在粮仓门口拼命往外挤 那时候身不由己 只好也跟着大家挤了出来 但是一惊脱身 立刻又往回跑 去找阿昭 她挣扎着通过那迎面冲过来的人群 一次次地被撞倒了又爬起来 突然被一个人抓住了她的手腕 拖着就跑 是金根 她把阿昭背在肩膀上 她们手牵手跑着 只听见那一颗颗枪弹 呜呜地叫着在耳边飞过 发出那尖锐的哀鸣 前后左右 不断地有子弹落在地下 她从来没有像这样 自己觉得有一个身体 仿佛浑身都是寒嗖嗖地 暴露在外面 展开整大块的柔软的平面 等待着被伤害 但是同时 又有一个相反的感觉 觉得不会当真被伤害 因为她们这样手牵手跑着 像孩子在玩一种什么游戏 她向前面扑倒在地下 起初她还以为 她是躲避枪弹 后来才知道 她是受了伤 她把阿昭抱了过来 又扶起她来 掺着她走 就快到家了 她鼓励地说 不回家去 不能回去 她吃力地说 先到别处躲两天吧 避避风头 她想到她母亲那里去 但是路太远了 她绝对走不动的 所以后来决定到周村去 他们走一条小路 从山上穿过来 比较稳当些 不容易碰见人 那是一个阴寒的下午 山上荒凉得很 满山的树木都站得笔直 岔开他们长而白的脚趾 那样子 就像是随时准备着 要走下山来 一直走到村庄里面 因为山上太寂寞 那小山一级一级地高上去 就像是给他们 砌出来的土台阶 这种台阶给人类使用 是嫌太高了 岳湘挣扎着 一级级地爬上去 把金根也拖上去 她其实早已知道 她抱在手里的那贪软的 压烂了的小孩 是已经死了 最后她由于极度疲倦 只好丢下了它 也没有时间来感到悲痛 他们把那小小的尸身 藏在一个山洞里 希望暂时没有人会发现的 一直走到最后一段路 需要过桥的时候 她才真正地感到恐惧 天快黑了 那狭窄的木板桥 踩着极高的黑色高桥 站在那银灰色的水里 冬天水浅 那摇摇晃晃的高桥 露在水面上 差不多有三丈多高 她扶着金根过桥 她那沉重的身体 左一歪右一歪 永远无法知道 她要往哪一面倒过去 桥身的两块木板 并在一起 中间露出一道霞缝 那木板踏在脚底下 一软一软的 两边一点蚌都没有 只垫着那软绵绵 麻酥酥的空虚 桥下那广阔的水面 是苍白的 她老往下面退着 离它们更远 更远 她现在很高兴 总算见到了金花 可以把这些话告诉她听 今天这一天 出了这么许多事情 但是她说完了之后 她可以看出 金花并没有真正听懂她的话 虽然金花是很尽责的 在脸上显出惊恐与愤怒的表情 她今天这一天的经历 站在他们两人中间 像一堵墙一样 天色越来越黑暗了 他们像彼此的灰色的脸庞对望着 那竹林子在四周窃窃私语 吐出冰冷的鼻息来 凑近他们景象背后 羞羞地吹着 闹着逮人 原来就是逮你们 金花忽然悟了出来 她把声音再低了一滴 他们说是反革命 反革命 月香叫了起来 我们怎么会是反革命 但是她一面抗议 一面就已经有点模糊起来 不知道反革命三个字 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不能再待下去了 还是到上海去 上海地方大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 她断然地说 不过眼前也不能走 她不能走路 只好先在你们家躲几天 金花微微张着嘴 她的门牙在黑暗中亮晕晕的 她很费劲地闭上了嘴唇 咽了口唾沫 躲在哪里呢 家里那么些人 我那几个嫂子 跟他们那些孩子 成天到处钻 哎呀 总有办法不让他们 上你屋去 孩子们一天到晚 跑进跑出 拿他们有什么办法 月香沉默了下来 但是不久 就又开口了 我有主意 你就说是小产了 他们不满月 不肯进雪房的 一定也会管着孩子们 不让进去 哎呀 他们知道我没有 就说你有了喜 没好意思告诉人 这还不容易吗 月香不耐烦地说 金花也知道 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似乎势在必行了 发生在她哥哥身上 这件可怕的事 眼见得马上就要泛滥到 她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来 她在那里是有责任的 她现在是很认真地 做着妻子 做着媳妇 而她那些轴里们 一个个都是些敌人 永远在旁边虎视眈眈 她的一举一动 都不能不特别小心 不然以后在他们家 怎么能做人 她已经把童年 丢在后面很远很远了 她的哥哥 似乎也是如此 看她那天回来 借钱的时候 她那神气 她仿佛已经忘记了 当初那时候的情分 她把一只手 沉重地按在一只竹子的 青绿色的长臂上 滑上滑下 她想到许多事情 但是她所感到的 只是那竹子的寒冷滑泽 与她的长度 还有她那一圈圈的竹节 像手臂上戴的镯子 金花妹 月香柔声说 一面伸过手去 握住她的手 我也知道你是为难 不过你哥哥今天晚上 不能在外头过夜 要冻死的 一定活不了的 我怕她到村子里 让人看见了反而不好 金花红着脸 兴兴地说 今天晚上 一定查得特别紧 好在天已经黑了 你掺着她 就说是妹夫 喝醉了酒回来了 一提起她丈夫 金花立刻僵硬起来 她今天一天都没出去 大家都知道 那就叫她来 把你哥哥掺进去 对了 还是让她来 比你好 村子里的狗都认识她 不会叫得那么厉害 你叫她带床被窝来 给你哥哥蒙着头 裹在身上 万一遇见人 就说是你 她刚把你 从河里捞了出来 你听见说 娘家出了事 一家子都死了 所以你也跳了河 金花只是惨淡地 瞪着眼睛望着她 没有作声 对了 还是这样好 月香想了一想 又这么说 人家也不好意思 掀被窝 听见说是个年轻女人 这次金花 稍稍沉默了一会儿 就开口说 不行 没有用的 她一定会告诉她妈 可不能让她告诉人 我也拦不住她 她一定会害怕的 让他们抓住了 把她也当反革命 她痛苦地说 月香推了她一下 轻声说 你好好地跟她说呀 傻丫头 好好地跟她说 才两个月的新娘子 还不要她 怎么着就怎么着 什么傻丫头 金花恨恨地想着 她嫂子真是 把她当傻子了 叫她去害死 自己的丈夫 这不简直就是 让她去送死吗 亏她怎么说得出口来 要人家害死自己的男人 也许她根本不知道 夫妻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本来这月香 一向就是个狠心的泼辣货 她哥哥自己 绝对不会要求她 做这样的事 她一定会明白的 一定会原谅她 她突然记起了 她一向待她多么好 她又回想到 这些年来 他们相依为命的情形 不由得一阵心酸 两行眼泪 不断地涌了出来 她觉得 这茫茫世界上 又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就像最初 他们做了孤儿那时候 她还是不能不救的 她挣脱了月香的手 很快地转身就走 你在这儿等着 她说 月香迟疑地 跟在她后面走了一步 又站住了 金花妹 她不安地说 金花仗红了脸 心里想 月香一定当她是要逃走 一去不来了 你不要着急 我一会儿就来 她一面说着 一面走着 头也不回 记着叫妹夫 带一床被窝来 你忘了把匾单拿去 她追了上去 在山坡上弯着腰 把那匾单递给她 我不过是替哥哥 想着不放心 金花又嘀嘀地 说了一声 悲苦的 她走了 月香又爬到一个较高的 土芽上 那里的树木密切 她对金花 还是不十分放心 现在她总该知道了 你像这样疼她的妹妹 她想 还是那句老话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尽管哭着回来 抱怨婆家不好 到了这种时候 第一还是顾到婆家 她心里想 也许刚才应当冒一个险 不管她狗叫不叫 不等人带就溜进村去 一进了周家的门 就可以讹住他们了 他们周家知道 自己已经脱不了关系 多少有几分害怕 或者也只好帮着他们瞒着 她在那寒风中 紧紧地抱着自己 无数的舌头似的竹叶 不停地摇动着 发出一种唏嘘的声音 世界上最凄冷的声音 这样冷得天不穿棉袄 实在受不住 但她也不敢走来走去 活动活动血脉 或是瞪着脚 使她自己暖和一点 怕有声响 被人听见了 村子里现出一点点的灯光 在另一边 那广漠的灰色平原 躺在黄昏的烟雾里 她那寂静里 充满了 稀稀缕缕的细微的声音 就像一个人 鼻子里稀溜溜的 在被窝里翻来翻去 冷得睡不着觉 月香第一次到这村子里来 还是那时候 人家刚给金花做梅 做给周家那男孩子 周家的人 是在迎神赛会的时候 看见了金花 看中了她 谭家的人 却没有看见过那男孩子 大家约好了日子 那一天 他们到周村来 可以看见她在田上工作 他们把金花也带了来 叫她仔细看一看 她偏偏把头 遍了过去 然而后来 他们在讨论的时候 有人夸那男孩子 长得好 她却鄙夷地说 那么女人气 还戴着耳环 周家那孩子 大概是小时候 怕她夭折 给她穿了耳朵眼 戴着银耳环 但是她不看 怎么会知道 这在他们家 已经成了个老笑话 那天他们到周村去 算是带着羊和鸡鸭 上镇去赶集 路过那里 出发以前 先把那只小羊肚子里 塞饱了东西 增加她的重量 她那肚子胀得圆滚滚的 硬得像个大石头 坠在身子下面 一步一摇摆 但是这也并没有妨碍她 蹦蹦跳跳地愉快地 跑在他们前面 金根挑着担子 前面吊着一笼鸡鸭 后面一只竹筐里 装着阿昭 她那时候还小 丢在家里 没有人看管 只好把她也带了出来 她两只手攀在 那竹筐的边缘上 目光灼灼地 望着这世界 月香想到这里 眼泪顺着往下躺 一时忍不住 抽抽叶叶 但是仍旧极力 抑制着自己 不发出声音来 她听着那夜间的声响 看见村子里的灯火 渐渐稀少了 可以知道 时候已经不早了 最初对金花 仅只是感到不安 现在那不安 已经变成了恐惧 现在天色差不多 完全漆黑了 她突然震了一震 看见下面 亮闪闪的水面上 映出一个 移动着的黑影 然后她看见 那人头后面 突出一个 硬硬的小圆饼 显然是一个 中年以上的女人 挽着发际 她的心往下一沉 她知道 那是金花的婆婆 没有带灯笼 摸黑找到这里来了 金花一定是泄露了消息 或者是不小心被人家发掘了 或者是有幸告诉了别人 那贱丫头 月香难难地咒骂着 死丫头 她不能决定 她是不是应当躲起来 下面的黑暗中 发出一阵 嬉嬉缩缩的声音 金根嫂 那女人轻声说 金根嫂 大娘 救救我们 大娘 月香也轻声叫着 随即出现在她旁边 哎呀 金根嫂 那女人亲热地叫唤着 摸索着抓住她的手 幸亏我知道得早 你小的金花那脾气 她整个是个孩子 还有我那个儿子 两人倒真是一对 一点也不懂事 要是靠他们帮忙 那可糟了 月香知道 这话是责骂自己 不该背着她 去找她儿子和媳妇帮忙 大娘 我们也是实在急得没办法 也没处投奔 她悠悠地说 我看见你老人家来了 我就放心了 我一向就知道你心好 哎呀 这不幸亏我知道得早 那女人又重复了一句 不然你们可真不得了了 不是我说 你想想 我们家地方那么小 家里人又多 贫口扎得紧 人口扎不紧的 不用推在别人身上 别人不去报告 你自己第一个 就会去报告的 月香心里想 你知道平常日子 家里来了个亲戚过夜 就得马上去报告 这回更不用说了 刚上门来嘱咐过 捉起反个命 谁不害怕呀 大娘 我们怎么会是反个命 我们不也跟你们一样 都是土生土长的老百姓 人谁没有走备孕的时候 她不等月香说完 就剪断了她的话 哎呀 还这么说呢 要是知道他们在哪 不去报告 就是他们一伙里的人 马上捆起来送到区上去 罪名比收容逃亡地主 还要大 月香在旁边想说话 也插不进嘴去 哎呀 现在弄到这不甜地 我看你们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赶紧到镇上去搭船 好在你是出过远门的人 这条路你是走过的 她把一个小布包 塞到月香手里 我给你们带了点吃的来 我得要走了 我也不敢多耽搁 耽搁的时候长了 大家都不方便 月香一把扯住她的袖子不放 大娘 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给你老人家磕头 她双膝跪下地去 呜呜艳艳地哭了起来 因为她觉得绝望 也因为 她在这可恨的女人面前被屈辱 哎呀 不不 金根嫂 你快不要这样 那年长的妇人极力想把她拉起来 拉不动她 只得自己也跪了下来 给她还礼 表示不接受 金根嫂 你是个明白人 你总该知道 不是我不肯帮忙 我这都是为你们打算的话 你们快走吧 这地方不能多耽搁 她的腿不方便 走不动呀 大娘 要不然 我们还是在山上躲几天 大娘隔两天 就让金花给我们送点吃的来 那女人很生气地说 这样冷的天 怎么能在外头过夜 白天有人上山打柴去 也说不定会让人看见 那我们再上去些 上头没有人去 没人去 有狼 她吃力地扶着竹子站起身来 竭力挣脱了月香的手 你静着缠我也没用 快到镇上去吧 趁着夜里好走 月香不觉痛哭起来 揪着那女人的衣服不放 她流血流得这样 怎么走呀 到了码头上 怎么上船 有兵在那检查 混不过去的 我劝你趁着这时候还能走 还是赶紧走吧 金根嫂 那女人意味深长地说 这话我本来没打算告诉你 你还是赶快走吧 我也不知道 我家里的儿子 有没有去报告 我劝你的话都是好心 你这该知道了吧 她终于脱身走了 月香相信 她最后那几句话 只是空言恫吓 可以催他们快离开这里 即便死 也不要死在周村附近 连累他们 但是也难说 也说不定 是真话 她努力爬上山去 紧紧地抱着那一包食物 就像是那上面 有暖气发出来 虽然是带着坏消息回去 总算是带着些食物回去 这样想着 也确实在无限凄凉中 感到一丝温暖 在黑暗中 一切看上去有点两样 她简直找不到 刚才那块地方 她临走的时候 给金根靠在一棵树上 半坐半躺着 起初她以为 是那边那棵大树 但是她一定是记错了 她又提醒自己 路不熟的时候 总觉得特别长些 尤其是像现在这样 简直像是深入敌境 每一步路 都充满了危险 但是她一路往前走着 渐渐地越来越觉得 她一定已经 走过了那块地方 她十分惊慌 转过身来再往回走 把那个区域 搜索得更仔细些 她到哪儿去了 她难道已经 被他们捉住了 还是她听到了 什么响动 或者看见了什么 害怕起来 躲了起来了 但愿是这样 她竭力要自己 相信是这样 你在哪儿 她轻声说 暗中摸索着 在丛林中转来转去 阿昭爹 你在哪儿 那广阔的空间 在收缩着 缩得很紧 饿得她透不过气来 她不停地轻声呼唤着 非常吃力 喉咙也肿了起来 很痛 像是咽喉上 固着一只沉重的铁环 狼 一定是他们 闻见了血腥气 下山来了 平常他们是不会 跑到这样低的山坡上来的 但是现在这时候 也难说 她有一种 不合逻辑的想法 认为狼 也像人类一样 在这人为的基井里 挨着饿 但是如果是狼 一定会丢下一点 什么东西 一只鞋子 或是一只手 他们进食的习惯 是不大整洁的 她似乎头脑冷静得很 现实的可怕 她在这一带地方 到处搜寻着 什么也没有 然后她发现 她自己正向西边的 一棵树注视着 从这里望下去 那棵树 有点奇怪 印在那灰白的溪水上 那小树的黑色轮廓 可以看得很清楚 树压里 仿佛夹着个鸟巢 但是那鸟巢太大了 位置也太低 她连爬带滚地下了山坡 她用麻木的冰冷的手指 从那棵树上 取下一包衣服 是她的棉衣 把两只袖子 挽在一起打了个结 成为一个整洁的包袱 里面很小心地 包着她的棉衣 在那一刹那间 她完全明白了 就像是听见 她亲口和她说话一样 那苍白的明亮的溪水 在她脚底下浑浑流着 她把她的棉裤穿了去了 因为反正已经撕破了 染上了许多血迹 没有用了 但是她那件棉袄 虽然破旧 还可以穿穿 所以留下来给她 她要她一个人走 不愿意带领她 她一定是知道 她受的伤很重 虽然她一直不肯承认 她并没有说什么 但是她现在回想着 刚才她正要走开的时候 先给她靠在树根上坐稳了 她刚站直了身子 忽然觉得她的手 握住了她的脚踝 那时候仿佛觉得 那是一种稚气的冲动 她紧紧地握住了不放手 就像是不愿意让她走私的 现在她知道了 那是因为 她在那一刹那间 又觉得心里不能决定 她的手指 估在她的腿腕上 那感觉是那样真确实在 那一刹那的时间 仿佛静在眼前 然而已经是永远无法掌握了 使她简直难受得要发狂 她站在那里许久 一动也不动 然后她终于穿上她的棉袄 扣上了钮子 她把她那件棉袄披在身上 把两只袖子 在领下松松地打了个结 那旧棉袄越穿越薄 坚硬地竖在她脸庞四周 她把面颊凑在上面揉擦着 她缓缓地走着 然后脚步渐渐地快了起来 向家的方向走去 我会让她的棉袄披在身上